所以当你讨论时 你必须留在意 技术的艺术的艺术的艺术 世界上有两种标展 一种叫Fair 一种是Salon 像这个一样 你会看到一千多新的视频 然后你回家 你留下手机 你休息一下 你试试 我给你看个东西 它更神奇的是这款 这个叫《分钟追真》 上期介绍的帕姆强尼通达PF系列 追真两地十万表 是通过时针跳动 分别显示当地时间和驾向时间的 但今天介绍的是帕姆强尼全新研发的 叫通达PF追真即时万表 它可以分别让分针 以两种不长向前跳 也就是五分钟一跳和一分钟一跳 关键是跳完了还能追上 帕姆强尼的朋友给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有一个倒计时 假如说我们采访他们的CEO CEO都是很忙的 说我只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你要注意守时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分针的设定 设定一个预期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设计一刻钟 对吧 在八点钟位置 我们就可以 按三下 走三格 就是一刻钟的时间 如果说CEO很开摁能够多给我们三分钟时间 我们想再增加这三分钟怎么办呢 那长时间就要结束 因为采访太兴奋了 CEO说了很多精彩的问题 我在一看表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这个时针已经超过了我的设定时间了 CEO也没说什么 没关系 我又占了便宜了 又多访问两分钟 这时候呢 分针会超过我设定的这个分针 然后都结束了以后 我现在要让这个表回归一个特别简洁 特别低调的状态 你知道有什么方法 就是用这个追针功能就用上了 追针回来啊 看看追上了吧 这个设计应该说是在今年的钟标玉奇迹展览上 最惊艳的设计 它不是所谓的天花板级的设计 但是它绝对是大开脑洞的设计 它是非常克制的 在一个手表上使用了一个很传奇的复杂功能 优雅程度啊 厚度啊 这方面呢 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所以这个我认为在夜间呢 是最杰出的设计之一 那么从外形上怎么区分 是追针两地时还是追针计时呢 很简单 追针两地时只有一个前跳按钮 在八点位置 而追针计时则分别在八点和十点位置 各有一个前跳按钮 常规分针是杜老的精致指针 它下面隐藏的计时分针 是18K玫瑰金的 通代PF系列追针计时万表 是这次钟表与奇迹表展上的全球首发 通代PF系列追针计时万表的轮廓 新CEO上任后进行了精心改版 犹如裁缝将布料精巧裁剪 新款万表采用纯粹质简的设计风格 只为满足美学家的独到品位 整体是设计表壳 复合打磨 搭配950薄金滚花表圈 直径40毫米 厚度10.7毫米 很薄的啊 18K玫瑰金按钮 防水60米 金刚链带也是复合打磨的 折叠表扣 表盘颜色 银沙灰 表盘修饰 手工镇刻 格状大卖力 基楼纹 由于采用了V型摆托 机芯厚度仅为4.9毫米 应该说相对于追针计时 这种复杂功能而言 还是很薄的 机芯做工也很高级 日照码拨纹 环珠纹 摆托是22K玫瑰金 上面也有格状大卖力 基楼纹 CEO就是不一样啊 用机械制表的艺术 不断地去拓展疆界 帕姆强尼的追针计时表 你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 点赞 关注 更赞